软潮癌术后肝转移如何治疗? 胡春燕,妇科,主任医师 软潮癌的恶性程度是比较高的 那么它就是说发生这种远处转移的机会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软潮癌的肝转移主要是通过 比如说直接的这种抚摸的波散或者是血型转移 它可以转移到肝 那么转移到肝脏之后 如果软潮癌术后发生了肝脏的这种转移 那么一定要到外科或者肿瘤科去就诊 那么根据你这个转移造的大小 以及它的症状 还有就是病人的这个身体状况来决定它的治疗方式 那么原则上呢 就是说发生了这种肝转移 那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肿瘤细胞的一个检列术 要把肿瘤的体积缩小到小于一厘米的这种程度 那么之后呢再进行这种放化疗 那么这样呢就是说它的治疗效果呢是比较明显的 那当然了如果已经就是说到了期别很晚的这种程度 肝脏已经广泛的这种转移了 那是没有办法再进行手术治疗的 那就需要进行相应的这种放化疗的治疗 专家提示 如果肝脏已经广泛的转移了 就需要进行相应的放化疗 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了 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了